好畫好了 我還沒看 你們先看 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還要送給L什麼畫 我對你們無話可說啦 Hi 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芝橋 我是今天的小髮家 什麼事物最能代表曾芝橋 食物 食物 這題相當冷門喔 我個人只是想到了一種水果 就是我那時候上了那個金遊課 然後他就是抽那個 金遊抓粥 然後他們說你人生第一次的金遊抓粥 如果你抓到的第一瓶 要抽三瓶 你抓到的第一瓶 基本上就代表你這個人的本質 然後呢我抽到了一種可以吃的東西 叫做甜橙 他就跟我說那代表 你本質上就是一個快樂的小孩 快樂的小孩 我想說我很成熟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很早的時候 他說你本質就是一個快樂的小孩 雖然我也有一點快要忘記那個小孩是誰了 但是 我是蠻願意相信的 我本質就是一個快樂的小孩 新技能喔 今天講好像很奇怪 要畫嗎 哇賽 可是你們絕對不會那是絕對那技能耶 你們 你們跟白爛有關 你們絕對不會覺得那是技能 但是我真的是從疫情那一年開始 我才開始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以前不太允許自己花時間在這些事上 這怎麼搞 搖晃 方向出來了 方向出來了 遊戲 對 玩遊戲 我上一次玩遊戲好像大約是八九年前我算不出來 然後 疫情那一年開始之後 不就多了很多自主隔離的時間嗎 我又開始 時間很多嘛 就開始玩遊戲 然後 我就開始看韓劇 然後 都把我身邊的人嚇死了 我就說 你會 你有在玩遊戲 就是 我就說那快樂的小孩快別忘記了 因為我以前把劇都當功課在看 最近兩個很紅 我來看個三五集 我了解一下 但是我這一年的 練出來的一個新的技能就是 無憂無力的做一些沒有絕對目的的事情 遙控器 可是是因為別人會聽得懂嗎 反正我有一個 看 專門在看劇的那種遙控器 很小 然後因為我家有兩個 我家 這個要畫嗎 這也太難了吧 這咋畫啊 畫有空氣好了 然後它很小 然後我家的那個 沙發 客廳的沙發 有點像那個 飛機的那種 商務艙那種椅子 就是你按電動就 這樣躺下去那種 那個沙發很賤 它會藏東西進去 你按的時候 有的東西會被捲進去 然後 它會像個無底洞 然後你就會再來找不到它 然後我非常珍愛那支遙控器 因為成如上一題 我最近有多麼愛看韓劇啊 或是這種美劇什麼的 然後有一天它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很懊悔 因為那對我來講真的很重要 然後我就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找不到 然後我終於找了三天 我想說下定決心吧 我來買一支 新的遙控器之後 買回來當天很爽 我的助理幫我設定好像很爽 在那邊看 當天晚上又不見了 我就整整個爆跳如擂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把它找到 我就懷疑一定在那個沙發裡面 我就把它整個這樣弄起來 然後就是這樣用很荒謬的姿勢 把它撈出來之後 嚇到那支是舊的 你們聽得懂嗎 那是第一支 我找到了第一支 然後新的那支又不見了 而且我跟你講最後第二支怎麼出現的 有一天我注意到我家 我們兩個無聊在那邊耍廢看片 然後他要走說 好啦我回家啦 然後他就眼神這樣灑掉 他說你沙發上現在有兩支那個遙控器 就是可能那個開關 那個過程中 他就被擠出來了 所以很荒謬 好那天沒有受到哭啦 但是那一陣子 覺得人生好難 就是欲哭欲悲 哇塞真難真難 這個藝術化了 心理怎麼消化 其實事情是這樣子的齁 我以前看到負面的評論 如果刺激到我 我會好好的翻新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我們沒有相信的事情 是刺激不到我們的 就譬如突然冒出一個人說 你真黑真胖真醜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就是我真的完全不覺得 可是他如果能夠刺激到 我就代表我一定也有覺得 我才會覺得怪怪的 對 所以我以前大概就這樣解 我會好好的看我自己 就結束了 但後來我發現有些事情 好像這樣過不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過 我後來學會了一個新技能 我覺得走路很有效 但走路又不夠 後來我就練出了一個新技能 叫做 邊走路邊罵髒話 我就覺得 先把所有難聽的話 先罵出來 但我不會詛咒人家去死 不會不會不會 你要先把那個傷口 那些毒先排出去 然後載到我剛剛說的 看看你為什麼會中劍 對 因為我有時候想要 skip掉那個過程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就反省自己就好 可是事實上 別人罵你 你想罵回去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就先 在安全的範圍內 罵你所有最狠的髒話 給他罵一輪 那個不叫負能量 那是健康人會做的事 好像沒有欸 可是 可是據我老公的說法是 只要我叫他老公 他就知道 我是不是有事情有求於他 可能就叫完老公 他就覺得說 怎麼樣怎麼樣 就要我幫什麼 就是一叫就知道 他現在準備要撒嬌 可能就是不想曬衣服 不想洗衣服 不想洗碗 就是大概就是 或是密碼又不見了 但是 但我自己老實說 我並沒有察覺 那個口氣是什麼口氣 因為我以為很正常啊 大家都會發現 因為我老公常常會買櫻桃給我吃 他覺得我很貪吃很愛吃櫻桃很可愛 所以因為是要送給他的嘛 他送了很多櫻桃相關的一些禮物什麼的 好畫我 還要送給 欸我什麼畫 我對你們無話可說啦 難死了 對啊 還要畫我的臉 還要對你們說話 我跟你們講一個新技能 我上我看到一個畫畫老師 他說 畫畫的重點 不是畫 畫畫的重點是看 所以不用看你的筆 看圖就好 我來看一下老師教授這種畫畫 對 他說要畫的時候 不要看 還是用 還是用 應該不至於 因為我余光還是會 余光還是會看到 所以想跟粉絲說什麼畫 或是 粉絲喔 怎麼辦 真的沒什麼話要跟大家講欸 我對你們無話可說啦 我現在在宣傳品牌這樣說得過去嗎 我對你們無話可說啦 好啦我覺得祝大家 跟我一樣可以去 有留白 生命有留白的空間去探索自己 因為我覺得 大家有時候把生活過得很滿 但是其實 沒有那麼踏實 然後很多人都不允許自己 可以把步調放滿什麼 把這隻手也畫進來 感覺滿有效的 而且是左手欸 好像瘋喔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 因為我這樣照片比較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畫完的時候 我覺得超酷喔 因為我覺得很像三歲小孩畫的畫 我覺得很時髦 但是今天是左手 真的是不好說 好畫好了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 你們先看 什麼情況 畫很好 欸 畫很好 欸這也畫太好了吧 你們看得出嗎 他滿 他很性感 他還有 這樣擺度 真的可以 我不是很確定 認不認出來 欸要畫到認不認出來 我就不會做這行好不好 還在這邊 好了啦 超棒的欸 那我用左手畫還行 這是什麼畫面 好 就這麼確定 謝謝大家 畫很漂亮喔 掰掰 不是我最近沒有那麼喜歡講話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講太多話了 對啊 我現在還有禁語日欸 就是我就是讓自己不要講話 講太多話了 禁語日是多久的嗎 一個月我會來個兩三天 只是那天 我盡量就不講話 只是那天我盡量就不講話 祝大家身體健康嘛 大家防疫成功這樣子